字幕君 李宗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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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你指出的支出很厲害 有多厲害? 我昨天還支付寶,還還一一元 那這些是特殊的情況 還是每個月都要做事? 差不多 每個月? 對 我現在每個月都要約兩萬元 我記得五幾天之前 你還是順勢答案答案 四千元,我拔不完 哈哈哈哈 我吊他老母 我現在不僅去讚賞中國 就是因為中國現在 其實基本上是數字化貨幣 電子化貨幣 基本上你沒什麼機會用免金 我現在幾個月身上 一元雞都沒有 我所有支出項都會在我的手機看得到 我無非是兩個同件的支出 一個支付寶一個是微信 我查了我的微信 接著我的支付寶是約了一萬一 一萬七萬八元是很厲害的 一百開支 等等 你這個支付寶是有代表性還是沒有代表性 對 這個是比較極端的 但正常來說是用到一萬五元 其實基本上我現在的收入 是剛剛不可以靠到我的支出 是很誇張的 所以我就說 你應該像我一樣做一些真正的財務規劃 我是有一筆錢是放在賣基金的 但是你說我每個月 我不是說投資 投資是另一件事 假設你當自己是中國的財政部長 只有兩樣東西看 一個收入的支出 你收入是固定的 其實你真正看來看支出 支出有分很多種 有些是固定支出 有些是可操控的支出 比如我自己本人來說 有些固定的 比如醫療保險我固定的 房屋保險我固定的 然後月供 租金全部固定的 真正可以這樣做 其他的就是加油 加油基本上都固定的 勞費僑費這些都固定的 還有日常的超市買東西 然後我們買衣服買鞋子 還有我們家庭的消費 還有動物園 還有交友 或者去看網球 我之前放聖誕假 我把我去年的信用卡 整理了一次 每一筆支出 我都輸入營銷 去統計出來 然後我就 根據我的 上一年 上一年就超市得很厲害 去制定今年的財政預算 譬如我每個月 洗一買衣服 只要人家有這麼多錢 每個月洗在 買送方面有這麼多錢 每個月洗在醫療方面有這麼多錢 每一筆錢都是 當然我們都要用信用卡 或者那些賣卡 因為我們可貴四張卡 每一張卡 這張卡就代表我買送 這張卡代表我買衣服 我就每個月固定在銀行 轉一筆進去 我就只有這麼多錢 你賣光就沒有了 譬如我每個月買衣服 一百二十元 我想買一件三百元的衣服 我就等三個月之後 存夠三百六十元 才買這件衣服 我現在是準備走這條路 因為我覺得 再是這樣 財政實控 其實是財務實控 是記得人們會害怕 因為我有一點好 好是好在哪裡 因為我百分之四十的人工 我之前百分之五十的人工 是年底發的 那筆錢我會不斷 所以我洗盡的 都是我日常的那筆收入 我雖然雖然 因為我經常有兼職的收入 有些時候 你覺得實在不行了 我要頂一頂 但我現在決定了 我將兼職的那筆收入 全部都納入到我 不斷收入 但現在發現 我日常的14000元 現在就是要省 就是每個月 吃要用多少 我買零食要用多少 然後 然後 要用 即是說 我有多少個消費項 其實就是你講的那樣 就是看看有沒有辦法 壓縮支出 我現在其實是壓縮支出 因為 你講 開完那 沒有版 開完後就寫多幾份報告 現在就唯有這樣 不是的話 再進去就不太行 還有另外一點就是 我老婆其實 在家裡日常支出 我老婆是不給錢的 是全部我給的 她的所有收入 其實全部存賣的 所以其實 如果有很大的一個經濟動蕩 沒有可能 其實現在正常是說 我家裡是這樣的狀況 其實那個經濟狀況 其實屬於一個很穩定的狀態 不是 其實應該說是 我就是說 因為你那些根本上 還沒有計算大支出在裡面 因為你還沒有真正 在家庭的狀態裡面 讓我找回我之前那些 那些數字 你是不是用iPhone 我未信不是用iPhone 我未信是用安長的 因為iPhone有個好處 就是那些軟件都免費 你知道那些 譬如Excel 那些是給錢的 大鋪版的Excel 什麼Number Page 那些人不用錢 給你看 這個就是我之前制定的財政預算 如果你認真看 你說的那些錢 其實是 不是佔了很大的錢 你的寫的還不夠小 到時候我弄了我表給你看 我弄這些東西最厲害的 我就是說不會不夠小 因為我不是拍腦袋 這個是我整理了信用卡的帳單出來 我過去12個月的消費帳單 得出來 所以基本上很固定 總共是 差不多1萬元澳子 一個月 因為已經斷了預算 1萬元一個月的澳子 已經斷了預算 所以你不 1萬元一個月的澳子 是啊 那些年來差不多12萬澳子 是啊 11萬澳子走不掉 你真是爆煲的 不是 你看清楚一點 所以你看到右手邊的黑體字 你沒有房屋支出 你沒有給家用 我猜 或者有 我不知道 固定支出是不能斷的 真正可以斷的 我們平常花錢 只是花1千6百元 1萬元裡面只有16% 這些支出 其實大多數 雖然你說要花1萬多元 你說是1千6百元這一部分 有沒有算到醫療支出 你有沒有算到油費路費 可能有 有 有沒有算到房屋保險 你家裡有賣保險 有沒有算到醫療保險 養車有沒有算到 養車算了 家用有沒有算到 有算到 你那1萬4元有家用 你支付寶貝給家用 是啊 如果家裡賣送 水電煤全部我給錢 那個是 用手機支付 水電煤是一回事 買送是另一條數 家用是另一條數 買送也是用手機支付 買送是一單 家用是另一單 家用不是那一回事 家用不是 相當於 你以前你爸爸 省點錢給你拿去洗 你現在省點錢給你拿去洗 那我一個月會省我爸爸 1500元 對 我又不在你那1萬多元裡面 不是 最大一個是租金和房貸 你是沒有這個 我是沒有這個 我是沒有這個 但是你可能會遲些會有 是啊 所以我現在就是說 去到澳洲怎麼辦 其實對於我現在目前來說 挑戰其實是沒有那麼大的 因為我目前的收入 是屬於我收入的低缸 如果我要改變 其實我可以讓我的收入 是增加百分之幾十的 但問題是 我在想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在於我去澳洲怎麼辦 所以我現在是要剪掉我的 不必要的支出 即是要控制我的慾望 但是我剛才就說 你講來講去都說 我截圖給你 1600元 1600元 那是很少一塊錢 你經營一頭加 大部分在另一邊 如果真的這麼說 其實我是大小的 大小 因為 有點猜不住自己 你不是去到那個階段 你不是意識到問題 所以我老婆跟我說 你真的 他說我們的收入其實 並沒有想像中那麼多 不過我覺得他省錢的效率 真的太低 你住了一下 你做了這麼多年 回來四五年 你剛才儲了二十幾萬 二十幾三十萬 我跟他說 你剛才我年紀已經儲了這筆錢 我用剩這麼多錢了 你已經 那收入高不到先 其實他的真實收入 我到現在為止 我都不太清楚 我 如果你想我去年 不是現在 不是現在不說去年 是說我前年 如果你想我一年 就差不多四十萬收入 對於我來說 四十萬的稅後收入 你去一個家 出錯有餘 在中國 不一定的 看看你家裡 包括什麼 包括你 我貸款 基本上 四十萬的稅後收入 其實你已經 抽低了中國百分之八十的家庭 絕對沒有問題 抽低百分之八十的家庭 甚至 你現在做生意那些 不算 飛到生意的群體 其實百分之九十五都抽低了 已經 所以 在那一刻 我覺得 要你問我朋友幾多 那是傻事 反正我一定可以回到 不值得 金飛色的 這種感覺真的很差 我真的在想 現在很尷尬 我現在想換工 又不可以 你拿到你那個年總獎 什麼 下個星期發 知道多少 未知 你又不知道他加多少稅 又不知道他金額多少 是 因為現在正在爭取 我的KPI 所以 無論怎樣也好 反正一年 算是36碼 40萬 算是稅前 我以前是說 稅後40萬 那稅前 稅後欠多少錢 有沒有欠10萬 有 十幾萬 但是你還沒計算 炒監 炒監 對 炒監 一年最多賺了十幾萬 夠交稅 對 夠交稅 所以你到最後發現 好像區別又不大 現在正在想是否想換工 但是不可以換工 因為你明幾天你過來澳洲 你做的那些 做得幾個月 你不如不要過去做 或者害羞人 你說明年 你說19年 就有牌 對 我說19年 你找工作做 你不是搶著人找你 不是說 今天找天然 找到上班 正常來說 你最樂觀最樂觀 我都五月份 才去下班工上班 你只做得七個月 只做得七個月 八個月 如果讓你做八個月 那我不如不要去做 你八個月可以做些什麼 除了你的金融 可以幫助到你的金融 而且就算是做八個月 你也未必可以對我的收入有多大的幫助 因為你計算 我每個月虧了12000元 四個月就已經是差不多五六萬了 那我要拿剩下八個月的時間來 用那六萬元 又不是那麼容易 這件事來的 所以現在是很尷尬的 現在最關鍵的一點 就是澳洲之後 我的收入的百合力是很高的 現在最頭痛就是這件事 你應該才有計劃 譬如說 你由某一天聯絡 3月1號到達澳洲 那你的資金可以夠你捱到幾月幾號 都未找到工作 都捱得住 那我捱一年都夠 我帶著差不多30萬過去 那我捱一年絕對捱得住 還有你來到那一刻 你老婆又去做沒有 她現在準備調 她現在極大可能是調去澳洲 所以對於她來說 其實收入不需要擔心 而且她在澳洲有三年的工作經驗 是三星 我不知道澳洲會不會有大企業的工作經驗 澳洲的大企業經驗會不會有很大的加分項 但中國肯定是會同的 應該就不是 澳洲不會這樣 澳洲不會覺得你有大企業覺得你會比較厲害 我都說了你 理解你是很大的問題 其實很多人 大企業請很多人 不是只有你一個大企業 但真正的問題 在於你的工作時間 就太短了每一個 做HR的人 他不如請一個人 做幾個月就走路 我是不是做幾個月 我就連半 如果你連半 這件事持續了 不停地重複 她真正擔心是你融入這個團隊 誰都這麼看 你不是一個可以跟別人相處得合理的 我不是說我老婆 你老婆沒有這個問題 你老婆沒有這個問題 我和我現在的團隊很融合 但你病沒有在簡歷上顯示出來 我說你 那不是說你老婆 其實你根本不用擔心 如果你老婆 找工作不是一個問題 那你就有收入 你更加應該是可以 坦白說如果我是你的 我甚至乎可以考慮 不是直接找工作 如果 但是她生小朋友 因為不要緊 首先 你先了解政策 澳洲 她是一個很鼓勵 正在工作的人生小朋友 政府被支持你的國家 當然有些前提 就是你的小朋友出生之前 你這個工作的女人 或女仔 就要不間斷工作 好像超過十二個月 不如你說 做三個月就生小朋友 這樣不行 如果你是之前 一年都有工作 政府就會給 三十六個星期的最低工資 去給你回家找小朋友 三十六個星期 四九三十六 所以九個月 政府就這樣出九個月的錢給你 而且我跟她說澳洲最低工資 其實不低 法定的最低工資 其實跟普通大學畢業生 都買不到最低工資 所以她好像成分 等於四萬多五萬澳幣 一年四萬多 你九月結束了這個產價之後 你就重新回到你原先崗位 大多數企業 如果有些好企業 我一做這間 她還會是 不是最低工資 按照你的原先工資 是她的公司出錢給你 當然前提 都是你之前要做過十二個月 所以其實由你家庭的財政角度 你有Saving 你會有Income 其實是不需要擔心太多 如果我有這些條件 例如我和我父母相反 她做建築師 很穩定收入 那我就可能不做事了 因為一個正常家庭 肯定是一個做一些穩定的收入 一個人是做相對風險高一點 但回報也可能會高一點的工作 這樣才合理 超級別人 所以也是 你會幫我 讓我潑